哈喽大家好,我是李莲,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生活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是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做一名工程师 但是我在业余时间非常爱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频道能够把自己做的所有功课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们 希望跟你们一起越来越精致和越来越快乐 好,那么最近生活是有一点忙碌 所以上一期没有更新视频 那么这一期呢,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省钱的话题 所以我非常想要很快地给你们分享出来 因为你们也知道关于这个投资啊或者理财省钱的这些话题 其实都是越早上车越享受 那之前呢,也给你们分享过两期我们家换车的经历 一个是就在疫情期间买车的经历 那我们最后呢,是选择的Finance 因为当时买的这辆车BMW的X5 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不想用全现金的去买这个车 虽然我当时在买车之前是有问几家贷款机构给我的利率 但是都没有发现很好的利率 这个是2021年10月份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在BMW的Finance的这辆车 当时利率给的我是2.9 所以这一期呢,主要是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这段时间做的这些refinance的一些功课 包括我是最后如何拿到了史低的贷款的利率 这个finance的rate其实是跟你的时间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我现在分享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于 2022年1到2月份这段期间我拿到的一些rate 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跟我一样拿到这么低的rate 一定要看这期的视频 而且要抓紧时间行动 因为现在美联储的各种动作都告诉我们 可能马上今年利息就会涨了 如果觉得这个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千万别忘了给视频点赞评论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好,那今天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汽车贷款机构的一些介绍 第二个部分就是申请详细的步骤 第三个就是手把手教你如何申请 那么下面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汽车贷款的一些机构 常见的汽车贷款机构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dealer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行本身 因为每一个车行它为了有一个更好的一个end to end的一个服务 基本上每一个车行它都有自己的finance department 我这一次呢其实我是有做一些功课 而且因为我们是买新车 所以我之前已经知道了win number 而且我对车价其实是有了解的 但是毕竟因为final price和你这个code上的price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特别是在疫情之前 你可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折扣 所以还是推荐去当场去跟这个sales进行negotiate 但是因为就是去年疫情的原因 包括今年可能持续也是这样 就是不管是新车还是老车 它都有些不同程度的上涨 所以我觉得和这个sales进行negotiate的空间可能就会比较小 但是我当时还是抱有这样的希望 所以我之前拿到了一些quote之后 并没有去选择其中一家去进行贷款 因为第一就是它贷款给我的利率不是特别好 和当时BMW就是做广告写的1.9%加1% 2.9%其实没有多大的不同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还是抱有幻想 我希望能够在当场跟sales确认最后价格的时候 车价稍微降一点 虽然之后其实发现并没有 因为实在是太火了 这样的两方面的考虑 所以我没有选择外面的这个finance的机构 当天就直接跟BMW的finance department进行了签约 当时给我们的利率是2.9% 1.9%的利率只是他们广告上所说的 但是最后真正的利率 其实都是要有1%的mark 2 这个也是他们的finance department需要赚的钱嘛 那么当时就是拿到了2.9%这样一个利率 对于当时那个行情来说 我觉得还是ok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肯定是会做refinance 因为这个利率不是我最理想的利率 好那第二个渠道就是bank也就是银行 我们所熟知的bank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这种房屋的mortgage 就是这个房屋贷款 但是实际上每个bank其实它也有它这个auto loan的部门 不过调查一圈下来 其实他们对这个auto loan的部分的重视程度非常的低 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些银行虽然网上说他们是接受这个申请 并且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据我去brunch调查了解到 有一些银行它在某些特定时间 它是不接受任何auto loan的申请 比如说我去年2021年10月份那段期间 我去问过Wales Fargo的banker 他们就告诉我那段时间 他们不接受任何的这个车贷的申请 虽然网站上他们是有写可以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针对银行来说 我觉得很有必要你能够去当场去跟他们确认一下 或者是打电话给他们brunch确认一下 他们到底接不接受auto loan 有的时候他们广告上写的非常好的利率 但是不一定这段期间他们就能够offer给你 好那第三个就是credit union 用中文翻译应该叫做信用联盟 其实这种形式呢和之前我说的bank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他们这个credit union在美国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也是我这次最推荐的地方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利率 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银行更加小型一些 而且它因为大多数情况都没有了实体的这个branch 你可以去跟员工沟通 所以它可能节省了很多的成本 这种在网上操作比较多的方式 就导致它从end to end来说 他们的人工成本降低 因此他们的利率也会稍微比银行会好一些 那他们不仅仅做这个房贷 而且做车贷 包括个人贷款 基本上所有的credit union都可以有各种形式的贷款 针对学生来说 如果你学校附近有类似的credit union 它应该也会对你们学生会有额外的折扣 那我觉得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吧 就是它没有实体店 如果是喜欢face to face 跟这个经纪人聊天的话 那可能这个credit union就不太适合你 因为比如说有些credit union它是local的 虽然它是可以cover全美的case 但是你很难在你的州找到这个 他们的一个branch 所以很多时候操作都是在网上进行 那也就导致了很多时候 你可能是需要去打电话 给他们客服沟通 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好的地方 因为在美国你知道跟客服打电话 简直是个灾难 那我自己当时来湾区之后买的第一辆车 是在这个dealership那里买的 然后后来我做了refinance 找的是key point credit union 这个也是个非常有名的credit union 它好处就是说在湾区 它还有实体的branch 所以我当时是到branch里面去完成这个操作的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个人申请的一些选择 那对于我来说呢 我上面所说的三个不同的地方 我都是有咨询并且使用过的 这个dealer就是我之前使用的这种finance的方式 后来我也去调查了bank或者是这个credit union 然后在我的功课以及我朋友的推荐下呢 最后我只是锁定了三家 第一家就是key point credit union 这是我自己之前买那辆车用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penfet credit union 这个我之前不知道 后来做功课的时候知道的 第三个叫做digital credit union 简称dcu 第三个是我朋友强烈推荐的 就对比了这三家这个不同的credit union的rates 最后发现还是最后一个 也就是dcu给的利率是最好的 也就是这次我想给你们分享的主要内容 我是怎么在dcu拿到了 使低的auto loan的rate 那我也就开门键上来跟你们说了 我这一次拿到了refinance的利率是1.24% 1.24%的利率 真的是我听过我身边的一些case当中最低的利率了 所以我对这次的refinance的利率真的非常非常激动 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我就是在这段时间比较忙的时候 还是想拍这期视频 想给你们分享这次经历 如果你们也有这方面需求 一定要尽早上车 那刚开始 如果你们想寻找比较好的利率呢 你可以从几个网站开始着手 第一个就是bankrate.com 第二个就是lendingtree.com 这几个网站它都会告诉你最近的一些auto loan的比较 比如说你输入你的信用分数 还有你车的类型 新车或者是二手车 然后呢 还有输入你的zip code 还有就是你的loan的term 比如说是多少个月 从12个月到72个月不等 针对你的情况 它所有提供auto loan的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序 比如说有的公司可以提供多少低的APR 就可以帮你缩小范围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你感兴趣的一些公司了 着重说一下这个long term 也就是说你选择多少个月还清这个贷款 大部分情况来说 我们肯定是希望在低利率的情况下 借的时间越长越好 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很低的利率 你借个10年20年的 就像你的mortgage一样 那基本上你这个都可以抗过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你每年把钱放在那里 基本上也是贬值 不如去低利率的借贷 那剩下的钱 你其实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这样对你的portfolio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optimize 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layer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情况就是60个月到72个月是一道坎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借60个月甚至是65个月 它的利率都是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跳到了72个月 就是你要借更长的时间 它的利率就会提高了 因为这些机构它也不可能会免费的借你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你就要选择一个分水岭的一个阶段 通常我做的功课来说 基本上这个阶段都是60个月或者是65个月 往上走的话 它的利率就会高不少 但是往下的话 这个是个最长的时间了 好那最后呢就是我比较了我申请的这三家Credit Union 还有就是我其实还申请了BOA 因为据说BOA是在银行里面利率最好的 最后比较下来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Digital Credit Union 就是简称DCU DCU也是我这次主要想跟你们聊的重点 那我首先就介绍一下DCU的背景吧 这家信贷公司呢 它总部是位于马赛诸塞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省 它是新英格兰地区资产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DCU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金融机构 由成员拥有并且为成员服务 DCU它成立于1979年的10月 是美国第三个开辟网站的信用合作社 也是第一批推出iPhone和Android应用程序的金融机构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方便成本更低的选择和创新技术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读他们这段这个背景来看 我觉得它有点讽刺 因为我之后会吐槽它 他们的系统做的实在是太不好了 那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下DCU的主页 来详细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业务范围 首先你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他们是有这样几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Bank 也就是说他们是具有银行特性的 比如他们是有Checking或者Saving账户 甚至他们还是有Retirement账户 包括IRA这些 然后呢第二个Tab你看到他们是可以Borrow 也就是说可以借贷 比如说车贷呀信用卡呀 还有房贷呀个人贷款呀还有商业贷款 那第三个Tab就是Plan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各种贷款的规划和计算 那另外呢他们其实还有Insurance 就是可以买房屋汽车的保险 如果你点击这个Insurance的Tab 它会把你Retourt到另外一个网站 你查看他们的这个Location也可以发现 他们也是有实体店的 只不过他们所有的Branch和实体店都是在麻省 所以针对于我们这种不在麻省的小伙伴来说 如果想要用他们家的服务 就只能用网上或者是打电话这种形式了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主页介绍的是 他们提供的Auto Loan最低可以到1.49% 那注意这个1.49%呢 实际上它是Assume你是他们家的Member 就是说你是要加入他们家 作为这个Member才能够拿到1.49% 而且是要设置这个Direct Deposit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工资 然后每个月往里面打一点钱 这个钱不一定是要工资全部 可以是只用Cover这个 你这个Monthly Payment数目就够了 然后呢你如果设置了这个Direct Deposit之后 你就可以享受额外的0.5%的Reduction 也就是说它最后上面显示的这个1.49% 另外呢它在页面还告诉你了 如果你的车是新能源的车 比如说电车啊或者是混合动力电车啊 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是满足要求的话 它就可以给你额外的0.25%的折扣 所以我的车用了所有的这些Coupon Reduction之后 最后我拿到利率就是1.24% 个人感觉应该是史低的利率了 所以我这次也是非常的激动 想要给你们分享我是如何拿到这样的利率的 好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来给你们详细总结一下 这次我是如何拿到这个利率 以及详细的申请步骤 这个手把手的教学 大家一定要好好看 那第一步就是成为他们家的Member 我之前也提到过 Promote这个利率实际上是要默认情况下 你是他们家的Member并且设置Direct Deposit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成为他们家的Member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羊毛的一个小tips 就是如果你找到了现有的这个Member给你refer的话 然后你们双方都可以获得20刀的这个referral bonus 不仅他可以得到 而且你也可以得到 如果你已经找到这样的referral的人呢 他就会根据你给他的邮箱 给你发一个customized的一个link 然后通过这个link呢 你就去申请他们的账户 然后你开一个这个checking和saving的账户 它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首先是往里面存几块钱 通常就是两三块钱五块钱都可以 然后等个两三天 然后你的账户就可以用了 那第二步呢 就是在网站建立自己的个人账号 这个呢是由他们DCU的department 会发邮件告诉你你的Member ID 这个Member ID一定要记住 它会非常非常有用 因为之后如果你是打电话 跟他们进行finalize你的loan的话 都会问你你的Member ID 这样会帮助他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你的profile 一定要记住你的Member ID 然后你自己就设置好密码 就可以登录你的个人账户 看到所有的信息 这个个人账户也非常重要 这个也是之后你会确认你的这个贷款的总额 以及每个月需要付钱 包括设置这个direct deposit 都是在这个页面上进行的 好那第三步就是申请贷款 这一步也是做文书工作比较多的一步 你在这个网站上面选择你要做的这个贷款的方式 比如说我选择的是这个auto的形式 然后我要贷款是因为我要refinance 所以全部选择完之后呢 然后你再输入你汽车和贷款信息 填入自己的个人信息 包括自己的收入呀 还有SSN呀 还可以填写你的推荐人的信息 然后最后就是提交你的purchase agreement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refinance的话 还要提供你现在贷款机构的monthly payment 这样可以告诉他们你还有多少贷款没有还 这个也就是你即将会跟DCU借款的钱 好那第四步就是确认贷款 这个也是可能花时间最长的一步 这也是为什么从1月份开始申请 但是最后其实是到2月初 我才正式签字结束这个申请 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在给他们确认这个最后贷款的事情 其实呢你在提交申请之后你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 电话号码我现在基本上都记住了 因为最近只是跟他们通话 电话号码是800-328-8797 一定要记得这个extension是9150 这个就是他们处理这种auto loan的一个extension 在电话里呢工作人员会审核你的application 然后给你一步一步的回顾 你还有什么信息他们是需要给你确认的 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车的这个贷款 你到底还有多少钱没有还 如果你是新车这个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refinance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之前的那个贷款机构 现在有剩下的这笔钱 是不是准确的你申请的时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中间肯定是有个gap 那这个gap里面这个钱是如何算 基本上DCU会帮你cover 但是你一定要跟之前的这个机构确认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更悲惨 就是在这个中间还付了一个月的钱 那这个时候你要跟你之前的借款机构去确认 是不是这个钱会通过check的形式返还给你 否则DCU就相当于是帮你多还了这一个月的钱 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他你要设置这个direct deposit 只有这样他才会帮你额外再降0.5%的利率 还有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个新能源的车 也一定要告诉他你们家车的型号 在他查询你们家车是可以满足这个额外的0.25%的reduction之后 他最后的利率才是可以到现在我现在这个1.24% 所以所有的这种discussion你一定要电话里面就跟这个接线员非常清楚的沟通起来 e-sign的这个document也是最后你们商量之后确定的这个利率 还有就是商量之后确定借款的金额 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再三确认 那第五个呢就是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就是他们给你发这个document 你就e-sign给他然后再返回给他 最最后一步就是第六步也就是付款的过程 这个其实你是不太需要担心的 基本上就是DCU 他会把这个check发给你原来的借贷的公司 然后大概几天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个人账户上面看到 你现在是欠DCU的钱 而不是你之前借贷的这个机构的钱了 再次确认一下你的这个利率 是不是你之前给他们商量的利率 整个申请包括最后签字统一的这个环节全部结束了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通货膨胀的年代 拿到了基本上是free the money 就是只有1.24%的利率 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给你们分享一些更干货的内容 我经过了这一个月的周旋之后 我给你们总结的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点就是说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等 就是你如果等的话你会发现 你会等好几个小时 甚至中途都被自动挂断 这会让你的心情非常非常糟糕 你也知道在美国打客服电话简直是一个disaster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去call back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你打进去的时候 它是没有call back的选项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当机立断 干净把电话挂断 然后再打一个电话 直到他有call back的选项为止 因为只有call back才能够给你省下更多的时间 他们一般call back的时间还挺准的 就基本上你选择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西部的时间时间办 那你就输这个东部的时间相对应的时间 他们就会在那个时间给你打电话 然后这个时候客服就会很快的来给你沟通啊商量 所以这样的情况真的可以给你省好多好多的时间 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 他们的网站做的真的超级的垃圾 我从头到尾打了很多电话 我都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个网站给我发的 比如说一次性的密码 它都是不能工作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账户都被lock住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如果把这个系统做的稍微完善一点 这些都可以避免跟他们客服进行沟通 因为我们也不想占用他们的资源嘛 那第三点就是说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refinance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之前贷款机构的monthly payment 还没有申请结束的时候 然后你又被call了一次钱 那这个钱一定要去问清楚 到底是DCU退回给你 还是这个你之前的机构 反正DCU这次告诉我的是 我之前的机构应该退给我这个钱 也就是对我来说是BMW 第四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跟你finalize 工作人员说清楚你的车的型号 当时我跟他说明了我这个车的型号 他给我的回复是他没有找到这个车 然后说认为这个车不是新能源的车 觉得我不能够去qualify这个0.25%的reduction 可是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说 明显是混合动力电车 而且我都在这个government的网站 都找到了他们的这个tax credit 尽管他当时跟我讲 他已经查了好多次 都没有发现这个是混合动力汽车 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 我可以给他发证明 所以我当时的操作就是告诉他 我认为我的车是qualify的 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好了document 然后可以发文件给他们 所以我最后选择是在 个人账户这个页面上面 有一个upload documents 所以就把我之前找到一些证明啊 都发给他们了 然后最后我又打了个电话 给客服确认 然后这个客服就告诉我说 对他们重新审核之后 发现我的这个车确实是混合动力电车 是符合这个0.25%的reduction 所以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 如果有客服 认为你的车不是属于新能源电车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有证据 否则就是基本上就被他们忽悠了吧 那第五点要注意就是 针对我来说 我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过程 而且你知道打客服 一个电话等几个小时就非常烦躁 你想想我一个月打了好多次电话 就是考验我耐心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们想跟我一样 拿到这个比较低的利率的话 一定要保持冷静 还要保持耐心 因为整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的耗时 当然也有朋友说 他们可能一两个星期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 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吧 总结下来看 就是说DCU给的利率 真的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我认为 花多一点时间去跟他们周旋 最后拿到这个利率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期视频呢 也主要想给你们总结 和分享一下我这个经历 希望你也能够拿到很好的利率 总体来说 这个步骤是推荐给 跟我一样想省钱 而且又不怕麻烦的小伙伴 毕竟这么低的利率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好 希望这期的视频 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他点赞评论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